这里是三分钟历史 每天用三分钟经历一段成分的历史 东汉末年是一个群雄争霸的年代 当时的曹操被人称为一代尖雄 他从一个官宦子弟走到邪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 可以看出他的才能非一般人能及 他政治成就卓越 精通逼法 众贤爱财 只要是他看中了有才之人 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将其授予麾下 但是人非圣贤 说能无过 爱财的曹操就曾犯下五大错 导致他这一生都没能统一三国 曹操杀掉吕布之后收留了刘备 还曾和刘备主角论英雄 当时呢他就看出了刘备的不一般 可是英雄新英雄 曹操一心想将刘关章三兄弟收到自己麾下 最后呢放走了刘备 导致后患无穷 所以这刘备便是曹操错放的那一个人 武圣关羽早年就跟随在刘备身边 因曹操爱财 总是希望关羽能为他所用 各种拉拢无效之后 总算是借着刘备出逃兄弟失散的机会 强行将关羽留下了 关羽出的条件曹操也都咬牙答应了 可是最后关羽还是远走他乡 顺带还斩了曹操的五元大将 而这关羽也就是曹操错留的一个人 曹操早年就患有头疯病 一旦发作起来就头疼欲裂 请过很多名医治疗也没什么效果 直到华佗的出现 华佗是一代神医 他玄乎济世救过不少人 他被曹操诊之后告诉曹操 需要做看乳手术 曹操却因疑心太重 怀疑华佗要谋害他 就把华佗给杀了 他最后也因头疯病发作而丢了性命 所以华佗就成了曹操错杀的那一个人 司马懿也是一个博学多才之人 三国时期也就只有司马懿 能和诸葛亮斗上一斗 曹操也很清楚司马懿的野心 但他并没有除掉此人 而是嘱咐自己的儿子要多注意此人 结果司马懿凭借着长寿 成功熬死了曹操优秀的后代 所以曹操也是错信的司马懿 才令曹魏江山大权旁落 曹操虽是一个雄才大略之人 但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就是好色 当初曹操难征张秀的时候 睡了张秀的沈娘 本来张秀畏惧曹兵的强大都决定要投降了 但得知曹操睡了自己的沈娘后勃然大怒 回首就打了曹操一个措手不及 这一战曹操舍了三元大将 他的侄子、儿子、大将典尾 也都舍在了张秀的手里 为了一个女人给自己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 曹操做错犯的也是够大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可以点击右下角关注我们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